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兩件事 兩件事都是關於一些壞人的 第一件事是說黎智英 黎智英被前特首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串爆他 寸爆他就說比以前幫他賣命那些 比以前吃開他那份量子那些 比以前的跟班馬仔用完即棄 變成棄桌 沒有人再理他 到底黎智英為何這麼慘呢 待會就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第二件事想和大家說的是 浸大校園公然播毒 浸會大學之前出了一個浸大學生活會獎 現在拿了很多錢 穿了潛逃 帶著主席金撈 就去了好像英國那邊再讀書 但浸會大學仍然是有人想繼續播讀下去 他們藉著大學的學會就叫人繼續支持黑暴 那整件事是怎樣呢 待會也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民意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一傳門的創辦人黎智英 現在就真是傳媒 全部都很霉 甚至乎整個集團的人全部都很霉 他們是改名的 現在是霉到爆 現在是 黎智英和他的蘋果日報 以及他們的六個前高層被控 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老早的時候那六個被告已經各自地認罪 有些人還要出來做污點證人 在控方披露案件時 黎智英在案件中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的主謀 是主謀 所以如果以國安法三級的定罪來說 他是最高級 可以被判縱身監禁 控方亦透露 壹傳媒的前行政總裁 蘋果日報社長張健雄和前副社長陳佩銘 三個人都要出來鼎證黎智英為了自己 不要錯那麼多 這件事裏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 就在日前社交媒體發文 不啦 串爆了黎智英 串爆了英國佬 他說這些年英國人黎智英在香港養了多少個狐孫呢 樹倒狐孫傘 狐孫即是住在他那裡的人 住他的 吃他的 穿他的 飲他的 洗他的 聽他的 什麼都是他的 但是最後 那又怎麽呢 最後 又是胡孫傘 還想著扶起你棵樹 還會看你棵樹有沒有得救 不會的啦 馬上走路了 梁振英在他的發文裡 他提到 通過Mark Simon在匯豐銀行 觀塘分行以百萬計的本票 去養一些反對派的政黨 用全行最高的薪酬去聘請壹傳媒的高層 還有蘋果日報 逐個字去計稿費的專欄作家 貌不似人君的主教等等 即是誰啊 你知道啦 什麼書機那些 貌不似人君這個 形容得十分好 那這班人 其實拿了黎智英多少錢呢 有多少號稱代表基層的多爾士 在黎智英的九龍塘大宅喝美酒 喝到面紅二赤 吃美食 吃到肚子滿腸肥呢 那時候真的很多 黎智英出來的時候 前夫後勇 那些不知什麼書機 輸不輸得起的人 全部圍住他做他的跟班 他說什麼 為為是樂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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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的我契弟我契弟 全部都是對著他 當他是大哥 當他是神一樣 當然 為什麼 他不是佛班主 還有什麼什麼議員 大臟等等 對著他全部都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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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大的時候 他是老小的意思 梁振英就說 黎智英只信一個字 錢字 他以為錢可以收買到忠誠 但原來他的跟班馬仔 全部都是過河的田雞 自己小命難保 倒樹的胡宣等等 全部鳥獸山 我問 近日收過黎智英錢的 喝過黎智英酒的 吃過黎智英飯的 被黎智英捧過的人 在場外 監獄以外 繼續生活得很好 繼續是馬照跑 舞照跳 鼓照炒 酒照飲 水照吹 當然水也是照抽 甚至乎在政府的大學裏 繼續照做校董 面不紅 心不跳 即覺得沒什麼 他繼續他的生活 就有坐牢的忙碌 他說 一斤子頭 一片嘴唇 都未常衛過他的老闆 黎智英動過 彷彿他自己以前從來都是這樣 彷彿黎智英這個人從來都未存在過 說真的 可能他們已經完成了一場交易 這場交易終結了 他們的關係隨之而終結 就好像妓女和嫖客的關係一樣 都已經交易完成了 大家就沒有什麼好過問 就是這樣 這是我自己形容的 突然想起而已 關係好像就是這樣 交易完就算數 沒有了 毫不存在半丁點的感情 最後梁振英提到 究竟是這些人 利用黎智英 還是黎智英在利用這些人 利罪 利散 黎智英已經被欺餘一些秘力 就好像是病兔一樣 用完即棄 重要的問題是收完錢 收完他的錢 現在用完了 他們就扔了他 很合理 他們本身這班人就是這樣 不過有些人可能是沒有收黎智英錢 都會做些傻事 什麼人呢 現在一些大學生 浸會大學的大學生 香港其實在最近又做了一些壞事 香港經過這幾年 國安法的努力下 才可以走出一個黑暴的陰霾 由亂誌轉誌走到現在 由自及興的一個新階段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仍然有一小撮的知識分子 仍然是死心不惜 打算在我們的大學校園裏 繼續煽動仇恨 繼續播放港獨 香港浸會大學全理學會的臨時執行委員會 在今個月十一月初舉辦了一些所謂 在囚者信件掙扎活動 鼓勵學生寫信給因為政治因素而還押或判監的人 例如黃之鋒等等 那不就是叫人去支持他們 是不是低能的 當然由於會在租用場地裏填寫錯誤的資料 涉嫌誤導校方 加上活動引起校內外人士投訴 校方最終拒絕批出一些場地 並向部分學會成員展開一些紀律零碎作為處分 有關的人等轉往社交平台繼續宣傳這些活動 日前更加公然地發表一些所謂理大圍城三周年的貼文 你明明是浸大 你無緣無故搞理大做什麼 真的不知道 當然他們有沒有收錢我們更加不知道 他們上載了一幅極具煽動意味的V殺面具的黑衣人 黑衣人的面具照片 當時最高級的黑衣人的面具 占領理工大學的畫像 真是令人發指 然後香港浸武大學傳理學會在11月7日發起一個不見不散的在囚者掙扎活動 宣稱要身陷淋雨但直直無名的人送一些位置給他們 要叫人寫信 在浸武大學校園的李兆基傳理視藝樓地下 鼓勵學生過去拿些信紙寫信給他們 遭寫信試 從活動的宣傳海報有些黑衣人、暴徒、黃色的形象 標明是黃黑暴 然後寫明是政治因素環和判囚的在場人士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代表著黃之鋒那群人 暴徒來的 或者定罪暴徒或未定罪的疑似暴徒的人士 同樣地他們學會在交申請場地的時候 他們沒有寫道要招募一些寫信師 沒有寫到一些關於政治味道的東西 其實他們是有誤導學校的嫌疑 加上他們的活動其實是沒有教育成份 又為公眾帶來不便 甚至乎為公眾帶來一些恐慌 黑暴又重臨 所以浸會大學最終是拒絕批出一些場地 並且向學會成員展開紀律聆訊 踢他出校 即是直接一點算數 他們學會部分成員分別收到校方口頭警告和書面警告 有什麼用?沒有用的 你警告他 警告他便警告 最後禮仔大 你最終才罰他多一點點東西 沒有意思的 直接踢他出校 垃圾來有些不是學生 沒有貢獻 學會亦被禁止 即是他們學會被禁止使用學校長一個月 沒有事的 12月再做過 聖誕寫上大籌班 這樣吧 有什麼意思? 要重罰才行 不然是怎樣教學生的學校 聖誕大學回覆全部查詢時 根據大學規定 如果學生組織需要使用學校的場地舉辦活動 必須清晰寫明活動的性質和內容 要提交所有資料 學校便會受到個別活動場地申請進行批核 和相關學生組織 保持一定的溝通聯絡 面對著學校處分 學會表面上取消了活動 但在網上繼續進行 包括將活動的取消 要歸咬於所謂的 在越催惡劣的政治環境下 空間就是越見狹窄的情況下 他們沒有受到教訓 你給了一封警告信 他們警告完之後 他們當你是唱歌仔 劈他出校吧 他們自己做錯了什麼都不肯承認 他欺騙學校 然後他說是因為政治惡劣的環境因素下 空間越來越窄的環境因素下 是他欺騙學校 那你現在罵香港政府? 吃他吧 當然他為什麼要這樣寫 擺明是煽動 企圖煽動學生的情緒 還有他們繼續在學會的平台上 寫信注意事項 然後告訴別人寫信要點等等 叫學生自發寫信 做這個寫信師 在上星期五十八日的時候 學會又在社交平台裡發了一則 所謂理大圍城三周年的鐵文 明明是浸大又搞理大做什麼 這些學生根本是不學無術 踢了他出校吧 其中他們有一個選擇 13日與夜1377人被捕 417人被控 近五千發催淚彈這樣的鐵文 鐵文裡面也上載著一幅畫像 背景就是理工大學的標誌 以及紅磚牆的一些校園 然後印有理大校徽等等 然後畫中有校園的蔓延火等等 還有V殺面具的人 黑色衣服 雙手插桌 他坐在校園旁邊 好像在欣賞中 校園被汽油彈燒 這個場面 他座下的石燈裡面還寫著 我肯愉快寫這字 引含著抗爭的味道 意思 擺明是煽動暴動 拘捕他們吧 說真的 踢他們出校吧 這些垃圾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真的要拘捕他們 不可以讓他們在學校裡 繼續用所謂學生的名義 用學生會的名義 繼續煽動、煽毒、播毒、煽動 快點拘捕他 學校快點去出校 否則你怎樣可以樹立學校的威信 我想浸大也不想變成第二間暴大 不知大家怎樣想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樣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明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